喲 美美的去图书馆 好不学习 好了也不打 盐都在上面 然后下面的咖啡还是热的 也许imar 做嗡趾梅 没关纷 我们在这类礼时 希望有个事 这是十点的餐 这个披萨叫韩宁披萨 一口披萨 要把防腐鸡拿出来 然后去微波炉加热一下 两个的话要加热一分钟吧 好了 这两个口味也很配 一个咸口的 然后一个甜口的 刚刚看了一个多小时的课 看着看着就饿了 吃到千万不要来扣人 还是用筷子吃比较方便 馅料还是蛮丰富的 汁是玉米粒青椒火腿丁什么的 今天在店里的任务就是学习 有好多课要看 然后也要准备一下发表的内容了 大家更爱咸口披萨还是甜口披萨 我选甜口 这个芝士就是特别的奶香香甜 然后老板监控就在看我这吃备箱 就只剩最后一口了 昨天做了一件事情 把我手机上的短视频软件给删除了 我感觉它有点耗费我的时间 就它很让我沉迷 有时候一刷不知不觉就刷很长时间 所以我就直接狠狠心把它卸载了 虽然还是很不舍得 因为有很多关注的喜欢的博主 今天的货物就来了这么一点 其实每次来便利店兼职也是像拆盲盒一样 有时候这么一整趟都是货物 有时候就只有这么一个小箱子 打算在兼职结束之前再看完两门课 对了我看到评论弹幕 包括微博 还是会有宝贝问有没有涨工资 答案是没有 如果涨的话肯定会跟大家分享的 我和我工作的姐姐都知道 老板肯定是不会给涨的 所以我们都没有开口了 然后大家肯定想 那为什么一直在这干 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我就是在这非常的自由舒适 随便的吃啊随便的学习啊什么的 包括所有剪视频都是在便利店兼职的时候完成的 就是很自由 有大把自己的时间干自己的事情 如果在别的地方兼职的话 我感觉肯定是没法干这么多自己的事情的 所以还是选择了待在这个自由安逸的地方 如果大家的话会怎么选择 怎么样 一位和计划是这里 可以进一位服务的 请不可能交给我们 怎么办 一位是电话 它是国际生的 这里是院长时间 中国客房 她们在充历地 她每个人都在讲 我没有看到 所以上面 中午的货也到了 好疼 吃饭啦 这个也是一个肉比较多的盒饭 火酱炸鸡 辣炒猪肉 这个腌的鱼饼特别的好吃 酱甜味的 饭后甜品吃这个希腊酸奶 很浓郁 这个是无糖的 整个不掉欸 吃了那个和饭跟没吃饭一样 吃完了 有糖的 尝尝有糖的区别 啊 这里边也是粉粉的 这个味道比无糖的香甜多了 天呐 这个好吃多了 大家如果买的话就买这个吧 这个无糖的卡路里是75卡 这个有糖的是90卡 我感觉也差不多呀 只有真的好吃多了 我发现了就是学习之后会饿得特别快 而且胃口变得特别大 大家会不会这样上完课之后就很饿 也会很饿 推荐有糖口味 我朋友来我家找我了 我们要一起出去玩了 对对就是这个荒根 荒根オリーブ 不是他2020年是188 是什么三 朋友刚点的新画心 非常的形式很可爱 刚刚给我们点餐了也是一个外国小姐姐 我们这个是点的原味经典的口味 这边的肉真的汁水超多人的外壳 好脆脆 这边的肉真的汁水超多人的外壳 这个能称为他们家的招牌 他们真的超级超级的酥脆 外部这个能称为他们家的招牌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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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般吃完也不想称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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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特别的烫 果然就是得这样吃吃 每次点完蛋 哇 爸爸呀 大家早上好 刚刚已经吃完早餐了 然后现在打算化个妆去图书馆 上期视频很多宝贝说我眼妆化得很好嘛 其实就是比之前多化了一些东西 就是卧茶还有亮晶晶 所以我就简单的打算录一下 反正自己就是乱化 然后我看视频弹幕就说我的皮肤 很白很发光很亮 想告诉大家这就是取决于相机的亮度 我现在相机亮度调到是1 如果调回0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这是0